我是周队长 今天讲解2015年由杰森·贝特曼和利贝卡豪尔主演的一部悬疑片 致命礼物 这个故事很长也很悬疑 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故事 男主角麦克和自己的老婆小红在芝加哥的郊区买了一套别墅 两人本以为摆脱了以前的人际关系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两人逛商店的时候 老同学戈登却一眼就认出了麦克 主动上来和麦克打招呼 原来戈登是麦克的初中同学 一番熟识后 小红留了麦克的电话方便后续联系 就离去了 但是小红和麦克两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就是噩梦的开始 第二天晚上 戈登直接在门口送来了昂贵的红酒 留了字条 表明了身份 给了麦克小红一个惊喜 就在小红好奇 戈登是怎么知道自己家住处的时候 大白天的戈登又以找麦克为由来登门拜访了 由于小红是自由职业 基本都待在家 为了表示礼貌呢 小红就请戈登到家里参观一下 顺便就约戈登晚上一起吃个饭 感谢戈登送的红酒 晚上戈登麦克小红坐在一起 聊的话题基本都是麦克和戈登 二十多年前一起上初中时候的一起生活史 场面其实还挺愉快的 但是戈登走后 麦克就和小红说了真心话 麦克觉得戈登不懂人情世故 给人一种很不自在很尬的感觉 那小红就觉得戈登的谈吐就那样嘛 也可能是社恐的表现 但是最起码人家戈登是在积极的融入我们嘛 麦克你就理解一下 之后麦克参加工作聚餐也是带着小红正常的社交 晚上回到家两人又碰到了戈登送来的惊喜礼物 其实也没太在意 白天麦克工作的时候 戈登还是会来串门找小红闲聊 还帮小红安装了电视 但是戈登看到冰箱上麦克写的自己初中的外号怪胎两个字的时候 戈登就郁闷的走了 但是事后戈登却来了个逆操作 很大方的邀请麦克和小红来吃饭 那麦克和小红就觉得确实啊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麦克你还把人家的外号写在冰箱上嘲讽人家 确实应该上门吃顿饭解释清楚 麦克和小红开车到戈登家就有点惊呆了 原来戈登并非穷人 还住在大庄园别墅里 家里也是低调奢华 而这个时候戈登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忙的开车出去 把麦克小红留在家里了 麦克和小红就觉得这也太没礼貌了吧 十多分钟后戈登还就回来了 但是戈登说着抱歉 麦克却不想忍受这一切了 麦克就把自己心里的十万个为什么都说了出来 戈登啊你刚刚是啥匆忙的事就走了呀 另外戈登你是做什么的呀 能承担起这么大的豪宅 那戈登就支支吾吾的说 我前妻前两天把孩子带走了 刚刚就是他打电话来和我闹离婚 那麦克一听就更加来气了 戈登你正要离婚 难道这个时候你不该和你老婆弄清楚吗 整天我上班不在的时候 你就跑到我家找小红 是想搞我老婆吗 另外我现在讨厌你 几十年了 你的语言模式还是上学的时候 那个样子 麻烦戈登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们 我们之间不来往了 说完麦克和小红就开车离去了 这个过程中呢 小红想插话也没有插上话 而第二天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小红晨跑回到家就发现 水池里戈登送的几条金鱼都死掉了 宠物狗也失踪了 小红就电话告诉了麦克 这就很简单嘛 麦克和小红心想着 该不会是戈登是报复了吧 麦克就赶紧请假带着小红 来到戈登家搞清楚是不是他干的 而来到戈登家 一个大跌眼镜的事情来了 眼见开门的是个女的 那麦克就说 让你老公戈登给我出来 怎么把我家鱼搞死了 宠物狗给我弄哪里去了 那女的就说 我老公长这样 这里没什么叫戈登的人 麦克一看 我靠这什么情况啊 只能报警哦 警察一来核实情况 原来戈登根本不是这个豪宅的主人 戈登只是运输车队的一个司机 负责开豪宅主人的车子 至于戈登怎么知道 这个豪宅主人去旅游了 然后混到这里 邀请麦克和小红吃饭的 那就不清楚了 警察就意思 这个事儿啊 现在也没证据不好办 申请不了搜捕令 也不能把戈登怎么样 那麦克和小红只能是等 而一天晚上 小红开门却发现 自己家的宠物狗又回来了 随后麦克也收到了戈登的来信 戈登就意思我去其他城市生活了 以后也不会打扰你们了 而小红看到戈登的来信 却有一种莫名的内疚感 这之后小红的情绪就不是很稳定 总是很焦虑 小红就想着吃一下镇定剂的药物 稳定一下情绪 而这个过程中 小红在家还晕倒了 小红就把自己的感受讲给了麦克 小红觉得戈登并非坏人 从到商店认出麦克 后面戈登还老来送礼物 小红就觉得 麦克你不应该这么决绝的 和人家去切断关系 小红就觉得自己的良心有点过不去 那麦克就愤怒的说 这个事早就过去了 这个世界就是丛林法则的 有些人他顶不住 就会用一些奇怪的方式 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小红一听麦克这么一讲 似乎是这么个道理 心里也好受了一点 时间大概过了半年 为了要孩子 小红就积极备孕 很幸运的小红还是怀上了孩子 至于这个孩子是谁的 这个疑问直接延伸到了结局 这个过程中啊 戈登还真的像信中写的那样 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偶然一天 小红翻看家中抽屉的时候就发现 家中怎么会有戈登的各种档案信息呢 小红就想 难道麦克瞒着自己去查戈登的信息了吗 小红就很好奇 经过麦克的同学多方打听 小红拼凑得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 麦克的女同学就说 25年前 戈登在校车上被高年级的同学猥亵了 当时是麦克第一个赶到案发现场 散播消息的 当时也是年幼无知嘛 女同学就继续说 小红啊 你老公麦克其实就是一个恶霸 当年就到处说戈登是个同性恋 还给戈登起外号怪胎 这就让戈登在学校受尽了折磨 最折磨的就是戈登的父亲听到这个传闻 就经常揍戈登 让戈登的童年苦不堪言 这当年基本是全班都知道的事情 而小红找到麦克的同学老张 更是背后发凉 老张就说 刚刚女同学的话都是传闻 其实真正的真相就是戈登没有被任何人给猥亵过 从头到尾都是麦克当年大嘴巴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 小红听完老张的话瞬间愣住了 一方面小红理解了为什么戈登一起吃饭时给人一种很怪异的感觉 大概是童年不愉快 另一方面小红觉得甚得慌 原来自己老公麦克还有这么一面 竟然还背着自己隐瞒调查戈登的信息 回到家小红和麦克就摊牌了一切 反问麦克还有什么隐瞒自己的 如果没有了必须找到戈登给人家就当年起外号散播同性恋的事给人家道个歉 小红已经调查的这么透彻事实也摆在眼前了 那麦克就勉强的去找到了戈登 给戈登当面勉强的道了歉 但是戈登就听出来了 麦克您这是小红让你来道歉的 您不是主官来的呀 那我不接受道歉的 你当年乱说话就导致糟糕的童年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麦克一听还来气了我能来道歉就是你的福分了 你还不买上吗 说完麦克就把戈登按到地上打了一顿就离去了 但是当晚在麦克家中发生了一个怪事 麦克和朋友们在闲聊的时候 家中的落地窗突然爆裂 吓了众人一跳 麦克一看 我靠该不会是戈登来复仇了吧 麦克抄起棒球棍就追了出去 出门看到一个人影 麦克直接就把他扑倒了 站起来一看原来这哥们不是戈登啊 而是麦克的同事来复仇麦克的 因为麦克之前在工作上打了个小报告 暗算了这个哥们 就导致这个哥们失业了 哥们就愤愤不平的来找麦克闹事 这个场面见同事都在 麦克就放过了这个哥们 但是已经快要生的小红 对麦克可以说失望极了 因为眼前这个麦克 为什么小红觉得很陌生呢 小红觉得麦克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当晚小红被送到医院 把孩子生了出来 是个男孩 故事到这里本该是一个愉快的结局 却发生了一个悲剧的悬疑结尾 麦克的公司得知 麦克工作上的小动作 就把麦克辞退了 那小红也做了一个抉择 要和麦克斩断关系 那遵从丛林法则的麦克就想着 天涯何处无芳草嘛 麦克就回家了 而回到家 麦克在婴儿车里找到了 神秘人遗留的录像带 这个录像带就彻底震惊了麦克 麦克把录像带放到DVD一看 原来大半年前开始 戈登就一直在监控 跟踪自己和小红 而最甚的慌的就是 那天小红吃完镇定类药剂 一次晕倒 其实真相就是 戈登提前下的民药 把小红晕倒的 那这里就很玄乎了 录像带中 戈登一次和小红发生了关系 但似乎又没有发生 因为后面录像就掐断了 原来搞了半天 故事开始到现在 这一切都是戈登计划的复仇啊 就是要搞死麦克 那现在疑问来了 小红生的孩子 到底是麦克的 还是戈登的呀 不知所措的麦克 赶紧赶到了医院 却发现还是晚了一步 没有追上戈登 那戈登就打电话给麦克 其实还是废话 放烟雾弹来刺激麦克 总结就是 麦克啊 你当年到处说我是同性恋 几十年过去了 你不承认你对我有伤害 对亲近的人 你就说你没做过 那现在我也是一样的呀 我也不知道 你老婆晕的那天 我有没有和他那个过 说完戈登就离去了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因为同学之间 小时候的一个谎言 导致戈登心里受挫 一生就这么毁了 而麦克现在不清楚 这个孩子到底是自己的 还是戈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